大家好 小猫天天最近遇到一件好事 啊哈 原来它得到了一大袋鲜鱼 不过吃了两天 它就已经食验了 但是鱼呢 就还有很多很多 究竟它会怎样处理 剩下的一大袋鱼呢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啦 一起吃最好吃 作者 贵者 喵依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鱼船靠岸啦 鱼夫忙着射下鱼锅去到货车上面 小猫天天坐在岸边偷看得流了口水 天天都在幻想 啊如果可以偷偷地跑入鱼网里面 就会有吃不完的鱼啦 鱼夫开着货车满载而归啦 天天都从幻想当中醒过来 肚子呢就更加饿 早餐 拜拜 拜拜 忽然之间 一个颠颠 神奇的事情发生啦 啊 货车上面的一袋鱼 不小心滑了下来 跌了在岸边的草虫里面 蹦 天天好兴奋 一下子就跑到去草虫那里一探究竟 开心地吃起鱼来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啊 呃 吃不下啦 天天就在这儿想啦 啊是啦 要不要回一条村子 和其他喵喵说呢 哎呀 没了没了没了 是我发现的嘛 我要自己慢慢吃 早上吃午鱼 中午都可以吃的嘛 去到中午 天天又来草虫吃鱼啦 但是呢 就觉得呢 没早上那么好吃 吃了两只就饱啦 好朋友咪咪来找天天玩 发现天天的肚子呢 脏糊糊糊哦 问他今天就去了哪里啦 天天神神秘秘 是都不肯说 去到那天下午 天天又跑到去草虫边 发现呢 几只乌鹰在那里飞来飞去 和他抢着享用下午茶 连海鸥都过来 臭热闹 天天好激气 是我的鱼来的 走开啦 不要过来的 看着鱼周围 越来越多乌鹰 天天开始心急了 想将整袋鱼搬回家 但是 它的力量太小 搬不动啊 对哦 我可以回村里请其他猫咪帮忙的嘛 天天挺着她的大肚子 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我吃到那么饱啊 大家决定想办法把鱼背回村里面了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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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大家一起合作 喵 因为实在太多鱼了 村里面的猫咪都看到呆了 哇~~ 哇阿 Hoy 田田好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村內的貓咪決定今晚舉辦一場同樂會 我帶魚餅乾一起吃 準備新鮮貓醋 我家有常直的吞拿魚罐頭 長地報紙交給我 那我去廚房幫忙 灰貓叔叔捲起三袖 做了一道好好味的紅燒魚 而橙貓阿姨也來幫忙 讓我來做鮮魚披薩啦 黑貓伯伯都來露一手 那我來煲個大骨魚湯 花貓姐姐都搶著展現廚藝 哇,一道道香噴噴又美味的料理上台了 你一口,我一口 可以吃到各式口味的料理 還有餅乾,罐頭和貓草 這個是天天從來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今天真是很開心 嘿嘿,果然都是一起吃最好吃 小朋友啊,天天最後決定和村裡的其他貓咪分享鮮魚 大家合力地把魚搬回村裡 天天還因此享受到很多款魚魚美食 比起單單吃鮮魚有滋味多了 我們在一場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分享的時刻 例如,和兄弟姐妹分享自己的零食、玩具 和好朋友分享好看的故事書等等 大家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笑 那份快樂 比起只有自己一個人讀響更加大 是不是呢? 我們更加可以把自己有多的東西 送給有需要的人 把自己的愛發放出去 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分享 好了,故事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 歡迎讚好和留言告訴我們 ānang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